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實體股談事件 我是司機甘的李浩德 在我旁邊是施老闆,施詠卿先生 施先生,你好 你好 施先生,這段市場可否說到政治市場 上上落落,又回到二萬六 這是特朗普經常反覆的特色 一時說談得不錯 一時說談不定選舉員才簽 大家的申請多一點 都跟著語氣的改變而波動 尤其之前是12月15日 關稅應該之前有消息可以談成 現在都差不多,還有一個星期左右 你看看收不收? 那裡都很大數字 好像是一千五億 沒錯 其實只是看談判進程 我看到一個現象 中方沒有在關稅問題做什麼文章 我最初考慮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通過之後 大陸說會反制美國 其中一項反制的模式,就是在談判上 為難一下特朗普 其實這麼久,特朗普已經說了很多次 香港問題,又拿來談判 總之,用貿易談判換其他東西 中方沒有用過 我想這次可能會用 最後都沒有用 沒有用,即是中方也可能不想香港問題 拖累貿易談判 即是不想截外申截 對,希望找特些東西反制 貿易談判也是談判算數 如果這樣的話,都不排除會談判 但這個要看,我們作為局的人就很難估計 是的 我覺得有時特朗普說的話,都是聽著算 就不適宜拿他說的話,去做一些投資判斷 尤其是他所說的話 如果不是正式公佈 你看到最後公佈實際情況 如果不是,你一時買東西,一時賣出 刮完左邊,刮右邊 我自己仍是傾向香港市面會比較平靜 例如我們做地產代理 市面一平靜,看樓活動就恢復 交投就恢復 我跟食肆、接觸 不要搞他那區 他那區就有生意 所以不一定是香港人的消費意欲下降 消費能力下降 而是一個社會的大環境 不方便去消費 所以我認為,平靜一點之後 經濟就會好一點 另外我之前都認為 中美談判會有一定的初步 結果在休戰期 很多商人都會趁機會做多些生意 所以我自己 雖然市場的情況 我最近和我的樂觀預期 有距離 但我都未曾想改變相對樂觀的看法 因為實際上,現在市場上 悲觀的人太多了 我今天在自己公司議會 都跟同事打喊氣 希望他們不要只看到困難那一邊 也看到有利的一邊 我看到李嘉誠也鼓勵小商人不要放棄 每個人都太早放棄 那就惡性循環 這個時候,有條件 仍然要看到光明一面 近日,我們看本地的經濟數據 暫時仍是比較差 我們看到PMI,差不多是SARS 大家都覺得,樂觀如何才會有變化? PMI,跟我們公司都有經理人指數 商人每早上開電腦 都要問他,究竟是看好呢? 看跌呢? 看平呢? 都一度跌到三十多 最近上升四十多 還未過五十 五十以下就算是皮特幣 但比最差的時候,就好一點 我自己覺得 很多時,經理人 雖然這是一個領先指數 他的感覺,將來好不好 但一般人的感覺是看眼前 生意好的時候,感覺好 生意不好的時候,感覺不好 我預期未來生意略會好些 這個指數也有機會好些 我看國際貨幣基金會看2020年的經濟略有改善 你又怎樣看?會不會呢? 全球經濟,很視乎中美談判的情況 因為牽一發動全身 因為這件事令到美國或中國經濟 和所有貿易夥伴的影響比較大 香港就要看本地的情況,會不會有改善 但美國的情況和中國的情況,都不至於太差 因為中國的P&I,好像上升到50以上 其實在50上下浮沉了一段時間 應該這麼說,中國的經濟是有壓力 不過也未至於大家這麼悲觀 美國更加有增長 第三季的經濟增長,好像調高了 本來是1.9,現在是2.1 但按季的增幅,他們也有壓力 所以他們也有些誘因 要與中國有機會談好一點 我都說,中美的磨擦是長期的 不是那麼容易解決 但也不是一波搞定 不是一波搞定,就會打輪,也要休息 回氣 明年有一段時間,我認為會回氣 可以讓香港人有新的空間 政府也有些措施去紓困 你覺得這些措施有沒有效 今個星期,有一個比較多的 減少電費 譬如證監母,減少排費 金融業的從業員,有少許幫助 但也不是一些 你們的排費貴不貴? 如果一個人的排名,一個人都要幾千元 一年計算 公司呢? 公司通常每一個排名,都要一萬多元 但整體來說,對很多人來說 有少許幫助 但整體來說,要行程、市況好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們做地產代理 都要加排費 我們好像跟監管局提議 可否免我們一年排費 監管局就說 他要儲點錢去買寫字樓 他還要買寫字樓 我覺得要他每個都免 我覺得不需要 因為很多人拿了一個牌 都不是做經紀 我說,逢有上班 正式做經紀 就免費一下 政府幫他出一些 我相信,一般來說 地產經紀 比你們做金融經紀辛苦 當然這些措施 我認為都是以思以思的 以思以思 即是,政府也有想起 沒有機會 體質 但是 要幫香港 就不能夠派這些應吉錢 應到多少 最重要是讓他有機會做生意 經濟活力要回來 要做生意 現在最重要是要解決社會的矛盾 能夠解決政治矛盾 當然最好 即使政治矛盾 一下子解決不了 都起碼切法 令到社會的正常秩序 可以恢復 那些人可以如常生活、工作 一定會比之前好 這段時間,都應該慢慢好 我自己一直都說會好一點 當然有些人會說 師生,你看錯了 你別以為我們不會再搞事 我們不會放過你 但是 我是很現實的 我做這件事 即是過激的行動、破壞 對社會沒有好處 對搞事的人都沒有好處 因為 搞得多 雖然說 民意沒有逆轉 一樣沒有割蓄 但是 我自己看 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影響 即是 這次區議會出來選舉 無疑 真的很多人出來 亦都作了政治表態 多數人 是認為政府要負重、要責任 但是 泛民的基本盤,都有少少動搖 原本六四 現在 本來多了年輕人 應該六十多對三十多才對 現在反過來 變成三十多對五十多 即是基本盤 有少少動搖 做這件事 多多少少會令到有些人不適應 我都認識到有些朋友 本來 有點黃黃 因為這件事 始終不算完全接受到 而有所改變 如果這樣的話 做來無益的事 是對自己也無益的事 一定時間之後 檢討、總結經驗 一定會做少一點 所以我自己 反而覺得 情況會略為平靜 施先生 你最新對股市的判斷是怎樣 我看 隨著利好因素的顯然 統計數字會不好 因為那些是相對滯後的 經濟數字未必會太好 經濟數字滯後 不漂亮 但民間的情緒 是有機會好轉的 好轉亦會影響 投資氣氛 股價偏好機會大 今集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施先生 各位觀眾想留意多些施先生的股壇事件 記得去到我們以下的網頁 記得按LIKE 我們下集再見